今天來到奧地利冰洞 世界最大的冰洞 裡面不能拍照 所以 人在洞外面 剛剛也不去喔 裡面非常壯觀 裡面他說有四十幾公里 可是他只會有一公里 你們先走 我等一下再趕上你們好不好 然後裡面都是冰 真的都是冰 還有 因為現在是春天 算春夏天 所以後面的冰也都幾乎很多 就是差不多前一公里 然後 他好像是在 一九二幾年那附近 才被發現 這個世界最大的冰洞 裡面真的非常多 你要上來之前 你要先 你可以 你可以 就是從下面上來 你可以考慮 搭攬車 或是你可以爬九十分鐘的步道 然後再步行二十分鐘的步道 上來這個洞 裡面真的很 滿值得一看的 接下來 就是要準備回下 就是要去停車的地方 給大家看一下 上面的景觀 非常漂亮 好漂亮 就是在這裡 選擇阿和菲斯斯斯麥 看到嗎 它裡面雖然大概是 零度 可是因為 爬坡是走路 而且 不知道就是 不會感覺這麼大 但裡面真的滿漂亮的 當心 剛發現這個 冰洞的人 徒手徒腳 帶著工具 能爬上去 真的很厲害 這裡面有 就是有一些 峭壁 冰的峭壁 就是 根本就幾乎垂直的那一種 你 沒有工具 根本就是 爬不上去 裡面 真的非常非常棒 沒想到在這個山上 這麼高的山上 還會有這麼 酷的洞穴 你看 還有像它裡面有一些 有一些 冰雕都是 就是一直層層 熔了又結 熔了又結 就是一直層層堆上去 所以 每一年它就會 會 一直變得越來越厚 越來越厚 其實都會 變得更加重大 真的 有來這附近的話 非常大家 非常確定大家來看一下 這個 離 哈爾斯卡的或是 哈爾斯堡 都還蠻近的 都大概站一小時左右的車 看一下 我剛剛就是爪 從那下面走上來的 那邊就是坐纜車的地方 或是你可以從 可以自己走上來 但我不知道那個會 多難爬就是 很美吧 好啦 接下來我們要前往 薩爾斯堡去享用 音樂會晚餐 晚點再看 那是什麼 今天就醒大家 拜拜 走